哈喽各位同学好,我是总统老师,David老师 今天晚上还是一样,在上海互相网消失事套 这个地方帮同学们做基础美语的第47回 刚好今天是Christmas Day,也是我们想的圣诞节 也希望同学们在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些特别的节目 大家可能可以出去玩一玩 好的,今天还是一样,我知道 想要做什么,这个就很难说了 老师的话就在这边,还是在教英文 那老师今天做了一些版面 那也希望同学们最后的这些课程 公众课程有好把握 老师看一下,上一堂课我们就要到第246页 老师的书,246页 老文阿子,贝利阿子的话 这边是92页 246还有92 那老师先做一个萤幕分享 先做一个萤幕分享 也希望同学们今天,大家这个圣诞节都可以过得开心一点 好,我们来进入到萤幕分享 还是一样 老师今天稍微设计了一些新的老师的微博的版面 早上的话,老师还是一样 有在更新一些 口语,在发音的一些客栈 老师今天做了一个九宫格 稍微小小的设计一个版面 老师每工不好 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 做了一个版面 在老师微博教育这个地方 帮大家做 还是一样 今天还是一样 246页 所以如果早上有跟随老师的课程 老师这边也是每天都有公布 一篇小的教学影片 如果同学没有跟随的话 可以早上看看这边的影片 那还是一样 我们来看246页 那 进入老师的书群 公众群 这边有送同学员免费的书 有送同学员免费的书 在老师这边 在QQ 腾讯QQ 如果你有QQ的话 这边老师有个群组 里面有放老师的四本著作 分别是我们的基础美语 这堂课专用的基础美语 语法 还有三本 自然音标 教自然拼读 以及国际音标 三四五 同学们加入这个群 就可以拿到免费书籍 那老师现在做一个建联 给第一次进来 上次坦克的同学们 做一个建联 老师贴到我们的 互相对 对话窗口里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正题 好 在老师的书籍中 我们这边 我们选老师的书 初级英文语法 初级英文语法 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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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看图作答 我们这一大题 有猎豹 好 领养 乌龟 大象 袋鼠 所以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 第一题 啊 啊 whi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啊 which animal is the slowest which one is the biggest which one is the smallest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the fastest the slowest the biggest the smallest 在这个地方 来我们看这样子的句型 是 是 怎么样子啊 他这个 用到这个形容词最高级啊 我们怎么怎么样子去看这样的 简单的一个句型啊 等一下老师先开一下啊 sticky notes 好 开了哦 先把上堂课啊 他每次打开来的时候都会全部打开啊 ok好 我们来先来看哦 首先呢 这边有交这个形容词 形容词啊 形容词啊 我们有讲三级啊 形容词有三级啊 那形容词三级就是什么 圆级 比较级 比较级 最高级啊 是 Base form comparison 啊 comparative 还有什么 superlative 是我们讲的圆级 比较级 最高级 比较级我们喜欢用 more than 最高级 我们写完用 the most 再加一个 这个啊 所以我们又称 比较级是ADJ 加上ER结尾 最高级是ADJ 加上EST结尾 那我们看到 whatch animal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this 首先啊 基本上这是一个限定问句 我们whatch这个疑问代名词 去指向 一个被限定的限定词 那whatch 喜欢后面加一个名词 通常是单数 所以这边就用逼动词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所以这边 fastest就是fast 比较级是fast 最高级是什么 fastest 所以你用一个定冠词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然后这边少掉一个字 省略 animal 因为前面跟后面都有animal 这个字 所以这边用个省略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就是说这个结构面 这个结构面 我们来看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one more time 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wh question wh question就是我们讲的问句 问句形式 所以当你把它造成原问句的时候 b动词移到前面来 然后 这个不知道的词 再往前移 因为它本来就是animal 因为我们在前面跟后面 配上这个b动词 来做一个对等 所以b动词前跟b动词后的那个名词 它是对等的 所以说whatch animal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fastest whatch animal is the fastest 我们来看哪一只最快 cheater 对不对 cheater cheater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the cheater is the fastest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b动词前的这个animal 怎么不见了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animal 这是省略词 所以the cheater is the fastest animal 因为你这边有个指定 指定 我们知道定冠词 定冠词 它有特定的对象 它有特定的对象 回到这个animal 它是可数的 它是可数名词 所以可数名词在单数的时候 它前面本来就可以加1 指定代名词 2 所有格 3 3 3 罐词 它本来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罐词的 它不是加在fastest前面 它其实是加在animal的前面 只是说我们前面跟后面省略掉的一个字animal 当然在答句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把animal写进来 这个animal就是从前面移到后面来的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本来就有一个animal The cheetah is the fastest animal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是指定吗? 这个是什么? 这是去讲它的描述 描述它的 它的类似大小 长短 但是它只是描述它的快慢 所以记得 形容词 有分种类 形容词除了有分 有三级比较 三级 有三个不同的级 原级比较级 最高级 它也分种类 先写指定 指定包含冠词 指定代 还有所有格 然后再写什么? 叙述词 再来就写 数量形容词 再来写什么? 描述用的 描述叙述的 描述叙述的 然后再 比如说纯形容词 再来写它什么? 长短大小 长短大小 也是描述叙述 然后再写它的颜色 当然也可以写材质 所以一般是这个顺序 所以我们是要冠词 所以我们是要冠词 就会写在Fastest 写没有? The cheetah is the fastest animal The cheetah is the fastest animal Which animal is the slowest 哪个最慢呢? The elephant is the slowest Which animal is the biggest The elephant is the biggest Which one is the smallest The turtle is the smallest 那当然 先来看 再这样子去 Hooch one 那Hooch one 这个句型又怎么来的呢? 所以 我们Hooch 这个字 它后面很喜欢加 限定用的名词 当然如果它加one 的时候 one它是一个什么? 不定代名词 它同时也是数量形容词 那你要记得一件事 多半的数量形容词 多半的数量形容词 通常就是不定代名词 好 像你 有我们讲一个英语的 讲的最简单 one another other the others 好 还有什么? 好 others the others 好 好 好 这是最常见的不定代 不定代名词 好 还有 像one的话 你的什么? someone anyone noone 好 举例来说 one another other the others the others 还有什么? one 当然在这个 複数形式 也可以在这边插一个ones 好 这个是要背的 这个是要背的 不可以说不背 不背是不行的 好 所以在这边不定代 老师解释一下 所以whoch one 它其实就是子 whoch 加上一个名词 只不过这个名词 刚好是one 用不定代名词one 来替代 which one is the biggest? the elephant is the biggest? which one is the smallest? the turtle is the smallest? the elephant is the biggest? 那在这个地方 啊老师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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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ch one which one is the is the small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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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d 啊 在这个地方 animal 所以可以看到turtle 啊 可属名词 单数 所以前面字栏可以加三个啊 所以有的时候 呃 你可以试着把这个前面这个the 换一个字啊 换个字 my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this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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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our turtle 啊 啊 如果是单数的哈 their turtle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 当我在turtle 可属单数的时候前面确实是三选一哦 三选一哦 这个就是一个语法上的一个重点啊 同样在这个地方 哦 哦 我们用定罐字the 去锁定哦 后面的animal 这个词 哦 my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this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this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that turtl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which one is the smallest animal 就是替代 animal 这个词 哦 替代animal 这个词 好 再来 the elephant is the elephant is the elephant is slower than the cheetah 来哦 看哦 看哦 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s slower slower than slower than the cheetah this is 我们用主词a is adj er 比较急 is adj er than 主词b 所以在这个句子中 它用一个b动词 b动词前跟后 通常会做个对等 但是 这个句子其实它是两个句子啊 这是一号句到这里 这是二号句 到这里 好 所以我们来看把它合并出来 一 好 the cheetah 当然这边用slower 这个是少几比较 少几比较 所以在少几比较的时候 你可以 试着 如果是多几比较 比较容易写 多几比较这样写 the elephant is fast the cheetah is faster 这是多几比较写法啊 所以你先写一个原几 再写一个比较几 那它们两个合并之后 就会变成 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s slower the elepha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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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tah 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s slower 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the cheetah the cheetah is slow the cheetah is slow 当然 可以慢 慢 所以你也可以 我们换一个字来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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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有 bigger哦 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s bigger the elephant the cheetah the cheetah is bigger is bigger 这样子写哦 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写 把它合并之后 the cheetah the elephant the elephant is bigger than the cheetah as big as big 你可以这样写哦 两个都写出来哦 第一句 跟第二句 都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用逼动词 所以它是一个主词加逼动词的等于完整句 那第二句也是主词加逼动词的 好 在这个地方啊 给大家做一个 呃 做一个示范哦 然后 第六天 the gazelle is gazelle 跟这个kangaroo 哪个比较大呢 呃 我们讲 the gazelle is fad is faster than Gazile 羊羊比袋鼠還要快 Gazile is faster than the kangaroo Gazile 羊羊比袋鼠還要快 Gazile 羊羊比袋鼠還要快 這邊 當你用到這個 than 它是一個比較用的 比較急用的什麼 副詞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主詞加 be B加ADJER 比较急 再加上THEN 这个副词 主词加B 所以主词句 副属 我怎么讲重属 在这个地方 第7位 The Great Home 我们看Great Home在哪里 在这边 应该是用灰色 The Great Home The Fox It's什么 As fast as the Fox 这是什么 同级比较 The Great Home Is as fast As the Fox 所以这边 Ads 加AD切 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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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同级比较 同级比较 特别它们都是Base Point 这就做一个同级比较 The Great Home is as fast as the Fox 在这边 做个比较 The Jack Rabbit is 怎样 Race Horse The Jack Rabbit is as fast as the Race Horse As fast as the Race Horse 也是一样同级比较 翻译 翻译 The Chiller is the fastest animal on land The Jack Rabbit is Jack Rabbit 跟什么 Race Horse 是什么 The Jack Rabbit is as fast as the Jack Race Horse The Jack Rabbit is as fast as the Race Horse A fly is bigger than a flea A flea is smaller than a fly No.3 A crocodile is longer than a lizard A lizard is shorter than a crocodile No.5 A rabbit A rabbit is faster than a kangaroo A kangaroo is weaker Weaker than an elephant An elephant One more time An elephant is stronger than a kangaroo A kangaroo is weaker than an elephant 我们来看完成句子 English Math Science Art Terry Jenny Hard Easy Hard Easy Easy Hard Easy Hard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Math 这个Math Math is For Jerry 我们来看 Max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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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看好題目 所以我們就用主詞 B 形容詞 介系詞 再加受詞 就是對誰來說 For Terry Mess is easy Mess is easy for Terry Mess is easy for Terry 我們看到大象中 大象在黑暗中比較容易看到 an elephant 怎樣 an elephant to see in the dark an elephant is easy to see in the dark an elephant is easy to see in the dark 很黑的時候也看得到很簡單就看到 她覺得歷史比音樂 She thinks history is harder than music She thinks history is easier than music and music 好 那我們再寫下來 She thinks 是 情太比 情太比 She think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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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 情太比 所以這邊 拿到第一個句 主子句在這邊 小的短子句 所以後面是什麼 这是第二句的什么? 主词,History is easier. Then,比较急. Math, she thinks history is easier than math. 兔子笔,鳄鱼笔兔子强装。 第四题,Olivia is prettier than Mary. 大约有两个孩子中,叫聪明。 David is the smartest of the two boys. David is the smartest of the two boys. 好,两个钟,最聪明。 David is the smartest of the two boys.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来看练习十二。 来,我们看里面是十二。 Jana's cake,Selma's cake,Beth's cake,Beth's cake,Jana's cake is delicious,Selma's cake is more delicious,Beth's cake is the most delicious of the Sema. Selma's cake is the most delicious of the three. Selma's cake is more delicious than Jana's is. Selma's cake is the most delicious of the Sema. okay then some more samma's cake is more delicious than jenna's cake samma's cake is more delicious than jenna's cake okay number two samma's cake is bigger than jenna's cake best's cake is the most delicious 记得行动词哦 有时候我不在讲行动词 行动词哦如果你忘了怎么加 忘了怎么加 忘了怎么加比较急 忘了怎么加最高急 忘了怎么加 所以比较急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 more than 主词加b动词加more 再加adj 好它要比较的这个 这个哦 然后再加点点点 一般的句型是这样哦 来我们来看哦 genna's t-shirt genna's t-shirt is colorful samma's t-shirt 好 好 the best's t-shirt is 好 好 是 怎么样哦 genna's t-shirt is colorful It's bigger, and we use it's small, 这是个地方 我们看 fast, faster, the fastest, 客楼字 Fast, faster, the fastest Tall, taller, the tallest Colorful, more colorful, the most colorful Better, good, better, the best Good, better, the best Beautiful, it's more beautiful Bad, better, bad, worse Bad, worse, the worst 1,2,3 The worst 西农枝,最高级 不贵者变化 好,这个地方老师等一下啊 好,我们来看了 The apple pie is the most delicious 一提式回答 我们就叫什么 Which pie is the most delicious Which pie is the most delicious The pink rose is the most beautiful 然后我们叫原文区啊 Hooch, and which flower is the most beautiful 我们谈好自己 好,The pink rose is the most beautiful 你看看啊 The pink rose is the most beautiful 啊,如果把这个 如果把这个 Pink rose is the most beautiful 往前移的话 啊,这边往前移啊 必动词先写 Which animal Which animal is the The pink rose is the most beautiful 好,或者没有比较急 Is the the most oh, which animal is the most beautiful 好,这来打个新号 是 啊,他自己 啊,去做的啊 来,我们来看啊 下面哦 重组 What colorful than Kevin's Ana's t-shirt More Sumicissima Ho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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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hirt Is more colorful Oh Ho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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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hirt So was colorful Then What's Colorful What's Colorful Then Can Kevin's Anna's T-shirt Kevin's Anna's T-shirt Anna's Oh,然后这些都把它写进来哦 T-shirt More T-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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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写 Colorful,一定要配上什么,more 所以我们看到huch animal huch animal 然后这边把what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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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more colorful it's more colorful 然后这时候打叉,用过的字就打叉 所以whish animal was the most colorful for 这个啊,for什么人啊 whish animal was more colorful 那我们看什么 所以移动词啊,移过来啊 我们就写Cavins 我看看,诶,这边好少一些词啊 whish was more colorful 少了个名词啊 Cavins teacher whish was more colorful than 好,这次再把anus 哈 这样就好了啊 这样就好了啊 再一遍啊 把它抓过来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抓啊 池跑过来跑过去啊 当然我们知道colorful啊 是形容词 两个音节以上啊 所以,啊 anus 所有格啊 kevins 也是所有格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把它合并啊 好,就找啊 那我们再来一遍啊 what's colorful than kevin's anus t-shirts more 好,再一遍啊 好,再把干支一提再拿出来啊 what's colorful than kevin's what's colorful than kevin's enus kevin's oh,再把啊 那个是在这 那儿啊 hevin's hevin's kevin's hev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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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遍 所以先把这个逼动词先抓起来 what 前面先找 要往拿kevins 所以我们用kevins kevins 那这边有个名词 Tissure 一过来 所以所有格 名词所有格 加上逼动词 kevins 这时候 color for 是形容词 那这时候more 是比较急 所以more colorful 所以逼动词且一定要配主词 一定要配主词 那主词就一定是名词 那这个句子中只有一个名词 在Tissure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不要嘛就是kevins Tissure 要嘛就是anna's Tissure 是二选一 is more 比较急 形容词 than more than 然后这时候 要嘛你就写kevins 要嘛就是anna's 这一题就解掉了 好,我们来看合并句子 第六题 this piano is big that violin is not big 所以用那样 then 所以this piano is 什么 这个不大 所以它就是小 所以this piano is bigger than that violin 我在里边 this piano is big this piano is big this piano is big that violin is not big 这时候我们来做合并啊 所以一样我们 一个是主词是在 piano 一个主词在 violen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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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ano 跟subject violin 所以这时候 它就是主词 be 形容词 这也是主词 be 形容词 不过 它用了一个negative negative 否定啊 否定词啊 就是负词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not big 就是它等于 它是small 所以我们就把它合并 就变过来 this piano is big is bigger 因为它既然它不大 它就小 所以你直接用比较 bigger than that violin violin 同样哦 piano violin 都是可数名词 所以可数名词 单数的时候 前面就三选一 你可以用指定带 第一个指定带 或者用所有格 或者用贯词 所以同学们也可以换字啊 你把this改成my that把它改成your 你直接左边啊 my piano is bigger than your violin 有没有发现 老师换个字啊 一样也可以用啊 这就是因为我 我讲一个可数名词 单数词 它前面本来 就可以三选一的一个道理啊 或者两个都用贯词 the the piano is bigger than the violin 也通啊 所以 这就是因为 你只要对格 对的顺的话 记得它的一个顺序啊 不管你换哪个字啊 它这剧情都还是顺的啊 好 我们来看 a pencil is not so expensive a book is very expensive 所以 一个便宜 不贵 一个贵 所以 a book is 怎样 cheaper than a book 它这个是贵的啊 a book is expense it's more expensive oh more expensive than a pencil 把它变了哦 和变就是什么 a book it's more expense pensive than a pen 还是 pen 还是 pen还pencil 等一下看一下啊 pencil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手写笔啊 就会写一写就滑掉了啊 好了我们来看 这支这边啊 Kim's calculator is small Jack's briefcase is not small 所以我们用字 Kim's calculator is 什么 is smaller then Jack's briefcase then Jack's briefcase oh 这一边啊 Kim's calculator is small Kim's calculator is small 是small 是small吗 啊 James's calculator is small Jack's briefcase is not small Jack's briefc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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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small 这时候我们把它combine 合并 那如果用Kim来开头的话 就是Kim's Calculator is smaller than Jack's briefcase 不好意思啊 又滑掉了啊 好 在这里面 都老师都帮你们 多做几题啊 好 那你看怎么做 The notebook is cheaper than the pen The pen is cheaper than the dictionary 所以notebook 比便宜 The pen is cheaper than the dictionary 比又比字典便宜 所以我们就 The dictionary is 怎样 哪个最贵呢 The dictionary开头 用比较便宜的话 chipper than the pen 或notebook都不行嘛 所以你说 The dictionary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notebook 或The dictionary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pen 或者用最高级 The dictionary is the most 什么 The most expensive of the three 好 这样 再来一遍哦 这是比三个哦 The notebook is cheaper than the pen It's cheaper Than the pen The pen book is cheaper than the pen, the pen is cheaper than the dictionary the pen is cheaper than the dictionary 我们来看,the dictionary is 那这时候我们用the dictionary 这时候这个主词 去跟这两个主词 subject 来做比较主词A 主词B 那这是什么 主词C 所以这时候因为三个我们就用最高级 两个我们用比较 两个的时候我们就用比较 两个以上三个 三个 或以上的话我们就用什么 最高级 所以 the dictionary is 什么 it's the the it's the most expensive 这时候注意本来是cheaper 但是 你拿这个 你要么就是notebook 是最便宜的 the notebook 是最便宜的 the notebook 还是stick with 还是用这个cheaper这个字 the cheapest 但是问题是现在颠倒过来 主词是dictionary 所以我们就 the most expensive 记得 expansive expansive 三个音节 一个音节 两个是音节 三个音节 expansive expansive 三个音节 一 二 三 那这个时候你就用什么 the most 记得 the most expensive of the three of the three 这意思 用定罐词定在这个数量形容词 但是注意件事 数量形容词 后面如果没有名词的时候 它就是等于不定代名词 好 所以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注意 of the three of the three 在语法上来看 介细词of 后面必须要加一个名词 而这个字three 并不是名词 它是数量形容词 所以它后面不写名词的时候 这个数量形容词就变不定代名词 是这个概念 顺便帮你把这个语法解释一下 怎么来的 因为有的同学们会想说 奇怪 怎么跑出一个of the three three 不是of 后面必须要有记忌词 那the 这个定罐词 后面没有名词 这是什么现象 意思就是说 这个three 它变成一个不定代名词 名词化了 在这地方 给同学们经解一下 Math is more difficult than English Science is more difficult than math Now Science 是最最最难的 所以Science 比最难的 Science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three Science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three 也是同样的巨型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这边交到251 先停到251 这个地方 今天因为圣诞节 老师还是做一下 现在如果我这样想想看 我今天做到251 如果我把这一大题做完 OK 算了 剩一点点 把这一点点做完了 刚好今天就暂时 今天就跳过没做Aza 她的T-shirt是所有衣服最美的 Her T-shirt was 怎么样 美丽 What'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来啊 看到 我们来看 Her什么 Her T-shirt i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Her T-shir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这时候这是什么概念 T-shirt 所以逼动之前 我们有个主词A 好 好 好 有个主词A 那 T-shirt 因为是可数 所以前面必须要三选一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所有的 Her T-shirt Her T-shirt was is the most beautiful of all 所以一样了 当你用了 好 当你用了这个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这个字啊 beautiful beautiful 这个字啊 那它是一样 一个音节 两个音节 三个音节 所以三个音节的时候 记得 在最高级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什么 定罐字 the most 这个是什么 多级比较 most的想法 就是the least 少级比较 所以在 我们讲的最高级啊 它最高级 还最少级 有这种啊 最高级 用the most 最少级啊 the least oh oh 不好意思 那笔又滑掉了 oh 这可以稍微地记一下 oh 在这边啊 Anna的T-shirt 比Kevin's 的颜色才新一啊 Anna's T-shirt was 什么 more colorful than more colorful than Kevin's oh anna's T-shirt was more colorful than Kevin's oh 第三题啊 Richest flower 你的糟糕啊 Lowbris 的这个花啊 是所有花中看起来最糟糕的 oh 这个中阴残版 oh Richest flower looks oh 什么 oh worse than tony's oh Lowry's flower looks the worst 这是扫机比较 oh 来我们看oh Rachel's flower looks Rachel's flower ah ah 不好意思啊 不是 比又滑掉 Rachel's flower 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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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我先用一个圆集哦 Rachel's flower looks bad 记得 用Ease也可以啊 这个是B动词跟情态动词啊 情态动词啊 情态动词啊 做一个对比 记得老师讲过啊 B动词 啊 当我们用主词加B 加形容词句型 也可以写成主词加情态动词 再加形容词 意思是一样 所以 oh 比如说 the flower is bad the flower is oh bad the flower is worse the fl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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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s bad 看起来糟糕 然后呢 这时候 我们来看这样 the flower 然后 因为这是比较急啊 如果Tony也算进来的话啊 那我们再把这句子做第二句啊 the flower the flower is w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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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tony's 这时候注意看啊 我们用一个 bad worse 这是形容词比较急 再加个副词 then 来做 比较 这时候主词a 跟主词b 好 做一个比较 那 当然这时候 我们如果把第三个人带见 lory 是最惨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 还是这样啊 lory's flower is the 注意看啊 因为 bad 它这个三级啊 bad worse 还有 the worst 不好意思 of of 对吗 the worst of 这时候如果你用一个 of of 当然它是个数量形容词 如果后面没有跟名词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不定代名词 好 记得这个概念啊 所以of of 后面自己加o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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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啊 在这个地方啊 帮大家再做一下啊 那今天有教完了 我们看 Mike's cake tastes good Mike's cake tastes taste better than Jan's Sue's cake tastes the most delicious 所以它其实藏起来哦 这个好 taste better than Jan's Sue's cake tasted the most delicious 最后一个啊 我再来看哦 再写一下啊 再把最后一题啊 有耐心一点 Mike's cake tasted 好 最后一个啊 我再来看哦 Mike's cake tasted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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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then 谁的啊 我看看 chance 所以taste better 哦 如果用这个比较急 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啊 taste more delicious 如果用delicious more delicious 如果用delicious 就叫more 所以你要么用batter 要么用more delicious 但最后一个字 你可以看它跳回来 只有一个字 又要美味 most delicious sooth cake 好 就写sooth cake tasted the most delicious 你可以这样子写啊 或者我们的most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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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the best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啊 到底你觉得美味是要good 你要用good better the best 还是你要stick with delicious more delicious the most delicious the most delicious 还是你要用另外一个单字哦 delicious 这个字哦 来做取代 都可以哦 这今天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差异性啊 看你自己做个选择 哪个字你比较想用啊 那老子今天就交到这里啊 啊 当然 啊 这个后面交的速度有点快啊 然后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今天交的第几页 等一下啊 跑不见了哦 好在这里 好 我们今天交到了251页啊 我们今天交到251页啊 290页就没了 所以我们还剩40页啊 39页啊 很希望同学们 啊 我看下一课要上副词啊 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啊 在最后30页的这个课程啊 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老师啊 一起把他上完这一档公众课啊 啊 之后老师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课啊 可能就啊 就要再看下次老师有没有时间 因为这次将近也做三个月啊 也花很久时间 也还是一样 感谢同学们啊 也来支持老师 看着老师这个课程啊 也希望大家有学到一些东西啊 那其他有什么其他课程 这之后再公布 谢谢同学们啊 今天在圣诞节啊 Christmas day啊 还有来听老师讲课啊 那老师今天也努力教完 明天的课老师晚点牌 也谢谢大家来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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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